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前中国正在根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 推进依法治国 完善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 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群众 在司法中 在每一个案件中 都享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我们将继续践行这一目标 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 对自由民主法治的一种执着 首先要说中国存在酷刑 而且这种酷刑具有普遍性 还有长期性 我希望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酷刑的问题 就是关注 只有国际社会的关注 才能促使中国国内的一些 这方面的问题 才能得到改进 也促使中国真正向 自由民主的社会发展 发起人去为他去筹击借款 这国际党公约 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约处理 他完全可以去违反国际公约 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 他都不遵守 他什么还能遵守 这个借款到时候被抓之前 已经交到了法院 嗯 嗯